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梦境便存在着许多奇怪神秘的事情 例如托梦一说 在民间各种各样的信仰中 托梦是个很神秘又充满灵性的事情 人们相信在阴间人妖魔鬼怪神仙 如果有什么事情想要交代活着的人 就可以通过托梦的形式来实现 中国古人则称人死后都会去阴间 那么阴间长什么样子 人死后会在阴间里一直待着吗 至亲的人死后是否会在阴间相遇 很多人对此十分好奇 古人们对于地域当中 人们的生活还构想出了种种场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古人构想中的阴间是什么样子的吧 在西汉时期 人们相信人死后 魂魄将分别去往泰山中的两座山 梁腹和梨里 人分别由魂和魄构成 人死后的魂魄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 魂去了梁腹或去了梨里 形成了两个地府系统 但魂魄最后统一为灵魂后 台山地狱就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古代对于阴间的记载中 有黄泉路和孟婆汤 但其中还有一个高高的石台要跨过 那便是发出阵阵阴光的望香台 这个望香台是人死后 与阴间亲人见面的地方 但不是真的见面 只是偷胎前最后望一眼在世的亲人 根据记载 望香台是 那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体恤众生不愿死亡 惦念家中亲人的真情实义 发愿而成 当死后的人走到望香台 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 阳间的肉身这个时候 也差不多都要入柜装炼的时候了 这个望香台的目的 是为了让已故的灵魂能够最后一眼 看看自己的家乡 亲人 朋友 以及自己死亡的身躯 之后便走向转世之路 这个望香台目的是告诉世人 不要等到后悔莫及 才流下悔恨的眼泪 二 活的人有可能去到阴间找亲人吗 在收神记 虎母班讲了一位泰山当地人 虎母班的奇遇具体如下 虎母班受府君之托 把一份信交给其女婿 何伯 他送信回来后见府君 补君要奖励他 正好虎母班在地府遇见了 正在服苦役的父亲 孝顺之心加上父亲的嘱托 他便很请让他父亲免除苦役 并作为当地的土地神 夫君架不住他的苦情 最后同意了 但虎母班回去后 却发现他的儿子一个个死去 惶恐中又到泰山 夫君那里求助 夫君招来他的父亲 一问才知道 原来他父亲回去后 思念孙子 就把孙子们的灵魂 叫到他身边陪他了 最后 夫君免去了其父亲的神位 而虎母班 以后所生的儿子都安然无恙 对于活人能去阴草地府吗 这个问题 实际上 佛法中有提到 活人的肉身去不了地狱 只有有修为的人 在坐禅的时候 保持内心清静 灵魂会脱离肉身 并在佛菩萨的保佑下 才可以下到地狱中 幽为足够高的人 去地狱是一种神石 俗称灵魂去的地狱 大活人是不可能去到地狱的 什么才算是有修为的人 一般是指那些 做事坦然 不杀 不偷 不淫 孝养父母 行善吉德 德行厚的人 一般在去世之前 有机会去阴草地府 去看一看 与活人过阴的过程 极为相似 但是 这只是德行修为高的人 能做到的事罢了 三 阴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阴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活人所生存的空间 叫做阳间 而死人的空间 被叫做阴间 在中国古神话和道教典籍中 有着大量关于阴草地府 鬼魂的记载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雷蒙德·穆迪 曾研究过并记录下了 人死后49天的全过程 认为人死后 确实有灵魂的存在 但是 对于地狱和天堂 则没有任何说法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 也记录了阴间的样子 当人死后 到达阴间 有十三站要走 分别是土地庙 黄泉路 望乡台 恶狗岭 金基山 野鬼村 迷魂殿 丰都城 十八层地狱 供养阁 鬼界宝 莲花台 还魂崖 另外 还有十殿阎望 牛头马面 等等 而在西方文化传说中 有的则是 牛头人 人马 长脚 有翅膀的恶魔 堕落天使 惩罚恶人 等等 这些都是上古时期 就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 至于真实场景 没人拍到过 也没有一个人类 看到过 难以解答 曾有一位过阴的人 去到过阴间 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 得知一二 其实 阴间和阳间一样有自己的秩序 有着和阳间一样的管理制度 有着自己的节假日 阴间的鬼魂 也不都是穿着古装的 多以在阳间的宴气时 穿的衣服为主 但阴间的鬼差们 还都是有自己的制服着装的 阴间有自己的话语 一般普通人的话 人是听不懂的 好比一个成语 鬼话连篇 人有人语 鬼自然有鬼话 阴间的世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没有阳光 没有生机 雾蒙蒙的 一片死气沉沉 四 阴间的人能看到阳间吗 人死后便消失在阳间 有人认为 他们在阴间其实过着和阳间一样的生活 有一位通灵者向我们 叙述了在阴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清朝有一位法律界名人 一天睡梦中 他突然见到一个人 来找他有事相求 来者看上去非常谦卑 有礼 他便答应了下来 又过了几天 出现在梦中的那个人 再一次出现 这一次 来是让接他去公堂 后来才知道 这个地方便是阴间的地府 从此之后 这位名人先生在午休和晚间睡梦中 都会去地府做闽判 也就是阴间的法官 后来有人询问他后 整理出一本书来 记载阴间发生的一切 根据书中记载 法律界的名人 在阴间做过四五年时间的判官 主要负责 华北五省人死后 十个月之内的案件 超过这个时间的就不归他管 当询问 为什么他会去做阴间判官 在前几世的时候 曾经做过这个工作 在阴影指引下 这一世又做回了这份工作 根据他介绍 在阴间没有相关的法律 来约束行为 只是根据案情本身 便可以有判断 不需要过多的考虑 人的善与恶可以通过 和人头顶上的红黄黑 白光圈来判断 从这里就能知道 人的思想善恶 另外 人看不到鬼神 而鬼神可以看见人 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种种行为 鬼神都可以一目了然 其实 在阴间的很多事情 和阳间是一样的 阴间有阴间的语言 有阴间 应该遵守的制度 但根本上来说 阴间的事情 信则有 不信则无 阳间的人 看不到阴间发生的一切 但就有上述 去阴间当差的人 向我们阐述经历了一切 阴间的人来到阳间 或许也有可能 或许也了解 阳间发生的一切 这就没有证据证明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人没有真的死去 而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延续下去 如今 随着科学的发展 和人类的探索 阴间的概念 也跟随着人类思维的变化 逐渐由具体 变得飘渺起来了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了 许多死者 都是会进行火化 火化之后 就不会像埋在地里 那么麻烦 人在去世以后 并不会被世界抹去 不管是后人继续传承 还是原子继续循环 他们一直都在 每一个人到了一定阶段 都是会死的 死并不可怕 最主要的就是 自己有没有给社会 带来一定的价值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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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